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你就别谦虚了 这事就那么听了 我 谢谢董事长在外 那小副总 他已经被我开除了 现在和斯文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了 啥 你先忙吧 有事 直接联系我 不 这 怪不得今天这左眼皮老跳 原来是有好事 这左眼皮飘飘 还是要来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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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想问你们呢 我正在家睡觉 突然来了几个男的 说这是傅强的房产 然后就把我赶出来了 肯定又是我爸的主意 小副啊 到底咋回事啊 我跟我爸已经彻底决定了 我已经彻底离开那个家了 你真的离家出走了 嗯 好 太好了 好什么好啊 那咱们去哪儿住啊 是啊 我的信用卡都被我爸冻结了 我身上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吧 没关系 我身上还有点钱 江南呢 原先租那房子我还空着呢 不行 咱搬那儿住去呗 你说呢 你们定吧 有个能睡觉的地方就行了 就这么定了 咱们现在就走了啊 对了 你车呢 我的车也已经还给我爸了 好孩子 有志气 谢谢叔 对吧 大着 ело 呀 万事俱 goof 之前东风 嘿嘿嘿嘿 夏天真是裴总的闺女 她亲口告诉我的 到底是咋回事啊 别问了 裴总让我保密 跟谁都不能说 跟我也不能说吗 出去 别带我家待一个了 你看你 着什么急啊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说吧 说可以 但是不能白说 你还想干啥啊 林老汉 麻烦你回避一下 啥意思啊 你去屋里玩好不好 不好 听话 给你躺上吹 嗯 这智商 这回可以说了吧 让我亲一个 美的你 不亲嘴儿 就亲脸蛋 那也不行 那我就不说了 不说就不说 我还不听了呢 那 那你亲我行不行 好吧 把眼睛闭上 嗯 不许睁眼啊 嗯 快点 快点 哎呀 太幸福了 爱的味道 绝对是爱的味道 你怎么又出来了 赶紧进屋去啊 嗯 现在可以是我了吧 再亲一个吧 别走曾经纸啊 你到底说不说 哎呀我说啊 我说还不行嘛 我说了你也得保密啊 放心吧 夏天的妈妈 就是裴总的前妻 啊 根据裴总的推测 她们俩在离婚前 夏天她妈就已经怀孕了 怀的就是夏天 真的假的 肯定是真的 你想啊 为啥裴总的血型 跟夏天的一模一样啊 而且俩人都是 罕见的熊毛血 这充分说明 夏天就是裴总的亲闺女 照你这么说 夏天现在的爸爸 就不是亲的了 肯定不是 怪不得裴总 一直对夏天妈妈的照片 那么感兴趣呢 闹了半天是她前妻啊 嗯 怎么样 这是刺激吧 刺激 太刺激了 还有更刺激的事呢 啊 说说 你知道裴总 在斯文影视做什么吗 不是副总吗 啥副总啊 他就是个清洁工啊 清洁工 嗯 江叔 要不要我帮你干点什么 不用 你歇着去吧 听我爸的 你就待着吧 这就两间房 那咱们三个人怎么住啊 你俩一人一屋 我就在这打地铺了 那怎么行呢叔 要不然 你们两个住过市 我在这打地铺吧 不合适吧 嗯 要不 你们两个住过市 我在这打地铺 那也不合适 行了别争了 这地铺呢 就是我的 谁要跟我争啊 谁就跟我过不去啊 那好吧 叔 都听您了 行 干活啊 好嘞 郑哥 你我这个妈 你吓我一跳 你怎么不敲门 你就进来啊 郑哥 出事了 出啥事了 集团刚刚下通知 小副总被开除了 您现在是斯文影师的总经理 您夫妻时的一把手呢 你认为 这是出事了 我认为 这是出喜事了 这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您早就知道了 这么重要的人事调整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正哥 嗯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 离开前台啊 离开前台 你想干啥呀 我想给你当助理 你给我当助理 那前台咋办呢 让公司再招个新人呗 好吧 你再人两天 等公司招了新人之后 马上给你调整 咱们公司确实也该打换鞋了 喂 都办好了吗 房子锁坏了没有 好 知道了 好吃 太好吃了 小妹 你对我太好了 嗯 这饺子是我包的 我说味怎么不醉呀 这智商 小妹 我特别喜欢吃你包的饺子 明天你给我包点好不好 不好 为啥 一句实话都没有 还想吃饺子 怎么没有实话 你心里清楚 小龙 你是不是跟亮珊说啥了 没有啊 他啥也没说 我啥也不知道 我真没说 你对我也没说 你对我也没说 你对你对我来说 我你走 我跟亮珊说啥子 我找我 我看你何懂的 我看你 哈哈哈 眼睛 你都不遗愣 你便宜不能这样 我帮你 你来 take我 我帮你 你去世anie 少爷还回来吃饭吗 你给他打一个 问问他回来不回来吃饭 好 算了 要打了 是 味道不错 味道 吃菜 来 叔您别过家了 我不饿 你听叔的 把心放在肚里 啥事没有 叔 您不了解我吧 有啥不了解的 虎毒还不食子呢 不信你看 只要你能坚持住 你爸迟早能跟你妥协 我估计够强 行了 别琢磨 来 陪叔喝一口 我做清洁工这件事 你被告诉梁山吗 没有啊 我咋这么不相信你呢 真的 我一个字也没提啊 不过你告诉他也没关系 我就是怕他心疼我 你怎么知道人家会心疼你呢 我当然知道了 梁山对我的感情隐藏得很深 一般人看不出来 自作多情 你说啥 我说你 你真多情 我不是多情 我是痴情 痴情 哪个痴 白痴得痴 看着呢 你玩我是吧 别看你对我有恩 如果你小子敢跟我玩心眼 我照样收拾你 啊 小弟 什么时候 现在啊 哦 那个事是没啥事的 那行 一会儿见 啥意思啊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出去见个朋友 哎 对了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你的朋友我去干啥啊 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 正好帮你引荐一下这位朋友 去换点衣服 捣着捣着 大晚上我捣着啥啊 你不能在我朋友面前给我丢人哪 算了我还是别去啊 少废话 快点 什么朋友的事还不少 什么意思 这钱你拿着 我不要 我有钱 你的卡不是被你爸给冻结了吗 拿着吧 一个大老爷们儿 身上没点钱拿些吗 想不到 我也有花女人钱的时候 很正常 都会有不顺的时候 会好起来的 你放心吧江南 明天我就出去找工作 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的实力 我也要让我爸看看 离开他 会干得更好 嗯 我相信你 你说我干点啥呢 嗯 嗯 你不是有很多影视圈的人脉吗 你可以找他们帮帮忙啊 我听你的 明天我也去找工作 咱们两个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好 哎 哎 飞总 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 没关系我也刚好 嗯 这位是 嗯 我跟你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以前的司机 现在是我的恩人和兄弟乾隆 这位是小丽影视的沙总 沙小丽 你好 沙总 你好 坐吧 好好好 坐 安慰等点什么吗 给我来一杯卡布基诺 给我也来一杯卡布基诺 您呢 哎 一样我也卡西莫都 啊 那他开玩笑呢 一样一样 好的 三位笑到 这纸上 早点回去睡觉吧 嗯 我想在你这儿睡 不行 我爸还在呢 你爸不会管他 他应该早就睡了 我没睡呢 爸 你怎么还没睡呢 你们不睡哦 我能睡吗 嗯 那我先去睡了 晚安 爸 你能不能改改你这青墙根的毛病 你们什么时候把结婚证领了 我就不操心了 没那么容易 咖啡 咖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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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慢用 沙总 认识您非常高兴啊 我敬您 干 干 咖啡 咖啡哪还这样喝呢 幽默 跟你玩幽默的 钱先生真可爱 对 好多人都这么夸我 那什么要你们俩聊一会儿 我去一趟卫生间 好 嗯 刘叔 我是傅斯文 想不起来了 嗯 我是傅强的儿子 想起来了 刘叔 我是想问您那公司还招人吗 嗯 不是我朋友 是 是我自己想过去 嗯 没什么 我就是想 锻炼一下自己 哦 哎 好嘞 刘叔 那我回头再跟您联系 嗯 嗯 刘叔 您还没睡呢 太热了睡不着 在这儿习惯吗 习惯 挺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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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我爸电话 进 爸 你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 您什么时候同意 我跟江南在一起 我就什么时候回去 少跟我讲条件 现在是九点半 十点之前你要是不回来 就永远别再回来了 叔 咋办 十点之前 你要敢出这个家门 你就永远也别回来了 不 沙总 裴总的朋友我都认识 就是没见过您 我很早就去香港了 怪不得呢 说实话 没有裴总当年对我的支持 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裴总帮过您啊 嗯 十多年前了 那个时候 我在裴总的公司做会计 大家都说说这事怎么办 裴总 报警吧 对 报警吧 让检察来处理 一定有关的金 小丽 你说说吧 对不起裴总 这五十万 我一定尽快还上 还 你拿什么还 就是 我听说你把房子卖了 身为财务人员 你竟然敢挪用公款 你这叫知法犯法 啊 小丽 你说实话 那笔钱你干什么用了 公款期货了 本乔大赚一笔的 没想到全赔进去了 活该 谁让你私用公款 裴总 报警吧 对 报警吧 让他自持其功 行了 小丽是我多年的员工 对他的人品 我还是完全相信的 人嘛 难免会犯一些错误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 而且 他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们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那公司的钱咋办 这样吧 这笔钱我替他还 陪总 陪总 十多年前的五十万 那对于我来说 可是天位数字 如果不是陪总帮我 根本就不可能 有我杀小丽的今天 杀总 那个 你是不是想问我 钱花了没有 对 这是指上 早就还了 十年前就还给他了 你要没还就好了 为什么 当初陪总不差钱 现在他可太缺钱了 你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他不会缺钱的 对对 您真是太讲究了 陪总是我的恩人 我欠他一辈子 对了 你能帮我做做陪总的工作吗 做啥工作 我想让他到我的公司做总统 可是他不同意 你帮我劝劝他吧 总统是干啥的 就是 执行总裁 我去行吗 不行 我知道也不行 没问题 回头我帮你劝劝裴总 对了 待遇方面 年薪五百万 在家提成 成交 我代表裴总答应你了 你说了没用啊 我要的是裴总亲口答应我 没问题 有我在裴总一定会答应你的 对了 我问一下 您请裴总是因为可怜他吗 当然不是了 我请他是因为他的才华 你可能不了解他 他对影视项目的把握 和对市场的前瞻性 那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 当然了 他的为人更让我钦佩 明白了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您得等我好消息吧 谢谢你啊 乾隆 我知道你是好人 以后有什么困难 你就尽管跟我说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您公司还缺副总裁吗 给我粘心就行 我不要提成 这个 逗您的 你给我我也干不了 你可真幽默 对了 裴总怎么还没回来啊 就是啊 这都半个小时了 十点了 可以睡个安稳境了 可以睡个安稳境了 你也早点睡吧 那那 晚安叔 啊 晚安 不孝之子 不孝之子 没睡呢 马上睡了 有事啊 我想找你说会儿话 天这么晚了 有啥话明天再说了 就说几句 说完我就走 行 说吧 前龙是不是跟你说啥了 没用啊 他啥都没说 不可能 他肯定跟你说我那个 我那个 能让我进屋说吗 进来吧 快了 快了 裴总根本没在北上见 那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啊 会不会已经走了 走了 这个 这个七十吧 我早就想告诉你 但是我怕告诉你 我做清洁工 你瞧不起我 我为啥要瞧不起你啊 做清洁工咋了 靠自己的劳动赚钱 有啥可丢人的 你什么呀 没想到你思想境界这么高啊 我发现我越来越崇拜你了 少来这套 你就是太虚荣了 你看这钱龙多实在 有钱就是有钱 没钱就是没钱 装啥大尾巴狼啊 对对对 您批评的对 以后呢我再也不装了 我对你 永远是有衣是宜 有二还是一 啥 一心一意吗 谁跟你一心一意 对不起我接电话 喂裴总 您去哪儿了 那个我家里有点事 我就回来了 哦 那您怎么没说一声啊 我看你们俩聊得挺好的 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 你说实话 我那兄弟怎么样 挺好的呀 既实在又幽默 是吧 那你们俩就接着好好聊 我有事先挂了 拜拜 啥情况 他真走了 嗯 他啥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也先走了 哎 哎 等会儿 你们都走了 我在这儿干啥啊 那一起走吧 乾隆没在家呀 没有啊早出去了 去哪儿了 那什么 我给他介绍个对象 是香港的女老板 两个人现在正相亲 相亲 刚才电话不是说了吗 两个人聊得非常好 我困了 你回去吧 再聊一会呗 聊啥聊 赶紧走 走 不是 走 出去 那个 不是那个 走走走 好你个乾隆啊 好你个乾隆啊 回来了 裴总 你走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你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问你 我的事你是不是都跟廖山说了 没有啊 你再说一遍 真没有 我嘴沿着呢 沿啥沿 你小子敢跟我玩心眼 梁山都告诉我了 告诉你啥了 他告诉我说 千万不要相信你 说你这个人特别不靠谱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他还说啥了 他还让我转告你 不要再惦记他了 他说他喜欢的人是我 我才不信呢 你爱信不信 我问你 你为什么出卖我 我没出卖你 那为什么梁山都知道了 我就叨叨了两句 叨叨啥了 全叨叨了 你个大叛徒 我给他介绍的对象 是香港的女老板 两个人现在正相亲 相亲 相亲 刚才电话不是说了吗 两个人聊得非常好 你很久了 是香港的女老板 我一会有什么来说 是香港的女老板 你都一直在想 我一会儿 我们的女老板 你都会想找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 啥时候进来的 吓我一跳 我吓死你得了 昨天晚上相亲相得咋样啊 相啥亲啊 你少跟我装傻 裴总都告诉我了 他告诉你啥了 他给你介绍了一个香港的女老板 对不对 对啥对呀 那女的是裴总的朋友 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没有关系你跟人见啥面 我没跟她见面 裴总非让我跟她一块去 我就跟着去了 然后呢 然后裴总就走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那女的一直聊啊 然后呢 然后我就回来了 然后呢 然后就没然后了 谁信呢 你爱信不信 你不信我可以对钱发誓 那女的好看吗 那女的还行嘛 挺有气质的 跟我比呢 跟你比 我看看 说实话 比你漂亮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十遍人家也比你漂亮 咱得面对现实 有时候现实挺残酷的 行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知道 啥叫残酷的现实 你干嘛 你干嘛 怎么这样 哎 又没有 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 那份合同我们也要看 没问题 我可以 副总 这个合同上 怎么没有签约的实效啊 那个不可能吧 那边 在这儿呢 你看 实效是一年 这一页不应该在前面吗 哦 可能是 装订的时候 把顺序给搞乱了 做事怎么这么粗心呢 不好意思董事长 好 夏天小姐 合同的顺序其实无所谓 只要内容不错就行了 嗯 您不介意我再看看吗 当然 随便看 不着急 来 尝尝叔叔的好茶 这可是六千多块钱一斤呢 谢谢丁叔叔 你爸爸怎么样啊 挺好的 我约他好多次了 他总说忙忙忙 看来我的面子还是不够大呀 嗯 丁叔叔 我爸最近 确实挺忙的 您别往心里去 忙好啊 忙有钱赚呀 你今天找我有事啊 叔叔 我遇到点难处 想求您帮个忙 你不会是找我借钱吧 您误会了丁叔叔 我不是找您借钱的 我是想麻烦您 给我安排个工作 你自己不是有公司吗 我被我爸炒鱿鱼了 怎么样 没问题 夏天小姐怎么样了 没问题 那就赶紧签吧 董事长一会儿还要去市里开个会 那好吧 我先盖个杖 没问题 啊 别走 嗯 来 你看 你看看你 不好意思 董事 不好意思 诺头 没事 没事 合同没失 我都签完字 你也抓紧签吧 好 那就抓紧时间签吧 签完不能签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阴谋 阴谋 阴谋 他们准备了两份合同 想在签约的时候 给您来个偷梁换柱 把一年的合约 换成十年呢 你怎么知道的 四门有事 有我的朋友 朋友 谁啊 暂时还不能告诉我 记住啊 这份合同千万不能签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因为 我也是你的亲 天天天 该您签字了 我 算了 独自 放手 不管了 对 Maintenant 不是一年的时间吗 怎么又变成十年了 不会吧 姐 这个合同也是十年 副总 这怎么回事啊 来 给我看看 你这智商 聪明翻倍 聪明乌 自己总受伤 这智商 着你这智商 不如一世最难料 自嘲最漂亮 让人为我弱 得失魔张扬 初始要低调 做人不能装 路无前日豪 花南白日香 相逢开口笑 何必非一四两 若想掉大雨 下要放得长 只有等高处 方能远眺望 于是莫逞强 一肉弄可刚 心中无牵挂 熊坏才太大 这智商 教你这智商 聪明翻倍 聪明乌 自己总受伤 这智商 教你这智商 不如一世最难料 自嘲最漂亮 自嘲最漂亮 人无前日豪 人无前日豪啊 花南白日香 江峰开口笑 何必非一四两 若想到大雨 下要放得长 只要等高处 从能远眺望 于是莫逞强 一肉弄可难 心中无牵挂 身体会再太大 这智商 教你这智商 聪明翻倍 聪明乌 自己总受伤 这智商 教你这智商 不如一世最难料 自嘲最漂亮 这智商 爱上你这智商啊 聪明翻倍 聪明乌 自己总受伤 这智商 教你这智商 不如一世最难料 自嘲最漂亮 难得我都最珍贵 莫逍这智商